舞棍阿伯叶富台跟着音乐又唱又跳 尽管已经76岁 体力却不输年轻人 扫腿翻滚高难度舞技也难不倒他 还带领台下观众一起律动 炒热现场气氛 国民健康署参考世界卫生组织 长者整合式照护策略 发展在地的长者六立评估服务模式 今年扩大服务场域 招募有意愿的医事机构加入服务 让更多长者收惠 今天我表演的第一首歌曲 希望我们这个粮六立 长者粮六立的活动 在六立都来嗨翻 对 那么对长者都有帮助 能够预先知道自己身体有没有问题 然后能够预防 而且能够多做运动 然后有体力 包括健身 包括脑力 眼力 听力 然后要很乐观 不会忧郁 这样子六立都顾到 那么我刚刚带来的这首歌曲 也是为今天写的 也是我词曲 我创作最新的歌曲 叫做大家来嗨翻 六立来嗨翻 我大部分几十年来就是说 如果有一点受伤之类 我只要休息 他自己就恢复了 就是因为常年运动习惯 有这种免疫力 国民健康署或者国人长期都注重身体的健康 检查 那了解自己的生理上会不会有什么疾病的发生 但是往往都附列掉我们身体的功能 功能是会衰退 是会衰落 甚至于会造成失能的 那么国民健康署在109年开始推动 希望能够换起民众 能够注意自己的功能 能够减缓功能的 以往缘缓失能 然后能够让功能减缓它的衰落 去进而以往国人的一个失能 我们目前国人65岁以上 在明年2025年 就会达到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那么大概将会突破 四百将近五百万人左右 那么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长者的触及 能够更广泛 那么目前我们在111年 那因为这两年的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全国大概有30万人 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方便 所以我们有推上线上 就所谓的LINE的一个量流力 那也我们的社区据点能够加入 今天就是呼吁我们八大的意识团体 都能够在社区里面来接受 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 能够提供我们的长者 能够更方便的得到相关功能的一个协助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逐步的推广 能够让更多更多的长者 能够事先都能评估自己的功能 到底有没有衰落 那如果有衰落 我们就要及早的来介入 能够延缓整个功能的一个衰落 然后能够让它恢复到更好的一个健康的体制 3 2 1 请转身 国健署111年度推动长者自评6例 共有468个社区据点加入 完成20万人次自评 今年更邀请医师 护理师 护士 药师 营养师 验光师 物理治疗师 听力师 职能治疗师等 8个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共同倡议 加入长者功能评估服务计划 那阿伯首先我先讲三样东西 麻烦你跟我复读一次 第一个是杯子 第二个是口罩 那还有一个是气球 那我们记得这三个东西 那现在我要麻烦你站起来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行动的评估 那麻烦你两只手 待会跟我一样这样子报修 我帮你先拿着 然后待会呢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要在12秒之内完成 就像我这样子 整个蹲下去 然后再站起来 要做5次哦 5次 因为我们知道阿伯前阵子有受伤 应该康复的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使用我们的这个APP 坐椅子吗还是蹲下 其实我们可以坐在椅子这边好不好 对就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这样子 好不好 来那我们等一下哦 5次哦 阿伯准备好了哦 帮你计时 好那我们123开始 1 2 哇快 你玩快 哇 哇 这个掌声非常的大 来我们这个时间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 哦5秒63 这个在我们的标准以内 阿伯的这个所谓的行动的方面是非常的没有问题 超标 请问阿伯哦 我刚刚有问了你给你请你念了三个东西是哪三个东西 Biz 口罩气球 好来 掌声鼓励 谢谢谢谢 让我们在认知跟行动方面都非常的良好 为了让我们的老人活得更有尊严 生活更有品质 很简单来说这六例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记得起走得动 吃得下看得见听得清心情好 才能让我们的长者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再来六例到底怎么量 其实六例真简单 我们其实希望我们的长者不要什么事情 我们就往医院跑 一开始我们可以做自己的身体评估的这个身体功能的筛减 好那这六例呢其实有很简单的提论 包括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最近记忆力是不是有明显的衰退啊 那行动上我12秒内是不是可以起坐五次啊 那我的营养呢 我是不是在三个月内 如果没有减肥的状况下三个月内减轻三公斤 还有视力看远看近是不是 开始感觉到那有多困难了 然后我的听力是不是看不 是不是有点听不清楚或影响我的社交 那还有忧郁的部分 比如说我是不是很多有兴趣的事就不太爱去做了 这可能都当自己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自己 你就要开始做一些介入措施 好那先跟各位讲 量量力在国界署现在目前的这个途径 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长者来接受这样的服务呢 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提升 是能让民众有自己在健康的这个概念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自评 我们希望他们能自己平常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长者量量力 去年度的五月 我们就上线了这个Lite的自评工具 那只要用Lite买通哦 我们用Lite就可以自己来测试自己的身体功能 然后呢可以了解自己的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在社区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社区据点如果接触到老人的话 也可以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长者量量力 定期评估最时尚 国建署吴钊军署长呼吁 长者家属以及主要照顾者都可以加入长者量量力 Lite官方账号 自己在家评估并点选健康资讯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或点选资源地图 查询功能评估以及社区课程服务据点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